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人生甲臣吉玛丙吟 这是一个女命 他是在说他在辛丑大运过得非常的不顺 凡都凡死 我们要来知道说 他为什么在辛丑大运会不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本命 他的天干为壬水 生甲木 生丙火 他的地支为尘土 生生金 克银某木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说 他的天干官运相生 他的地支官运受伤 所以这个八字来讲 财运上算OK 但是在官运上 他就没有那么好 现在他进入了辛丑大运 进入辛丑大运 他的天干变成丙辛河 人水生甲木 会克吉土 地支 尘土 丑土 生甲金 克银某木 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他的八字本来没有日主受克 变成日主受克 我们都知道 日主受克好的 他不会灵 坏的会更加重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他的八字里面 官运本来就是他的落项 这时候变得更弱了 而他的天干财生官克日主 连带 他本来还不错的 一个财运 也跟着变差了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这些就是纯粹 因为他八字 丙火 被大运辛金合作 所导致的现象 跟什么喜极用神 一点关系都没有 让他从原来官印相生的一个八字 成了日主受克的八字 所以各位 你就会很清楚的了解 这个八字 他假如想要再变好 就要解决甲木克几土的这个问题 而有哪些字会帮忙 这些就留给各位字型去分析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报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